肠胃是人体的消化器官,主要负责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,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。 如果肠胃出现问题,体内将会营养不良,身体的健康状况会大大受影响。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说法,说晚上不能吃苹果,肠胃会不消化,产生毒素,会给肠胃带来伤害。 还说晚上也不能吃香蕉,香蕉含有较多美,晚上吃香蕉会影响体内的钙美平衡,对心血管产生抑制作用,不利于肠胃健康。 其实,这是典型的谣言,无论什么时候主要是吃下东西,肠胃消化系统都会开始工作,都会被慢慢消化的,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。 更不会有毒素积攒下来,晚上还是可以放心吃苹果,香蕉这两种食物的,不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 真正晚上不能吃的是一些油腻,烧烤,油炸等食物,会给肠胃造成负担,不利于健康。 太油腻的食物热量比较高,脂肪也比较多,如果晚上经常食用,肠胃将不停地运作来消化,还不容易被吸收。 这就会造成消化不良,出现胀气,不适的症状,久而久之肠胃就会出现问题。 烧烤这类食物最好也不要在晚上吃,经过烧烤的食物会产生本病病,这种有毒物质,会附着在食物表面。 吃到胃里会损伤胃摘墨细胞,久而久之胃摘墨细胞,会发生变异,增加肠胃疾病的发生几率。 油炸食物最好也不要在晚上吃,晚上吃油炸食物不容易消化,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磨才能吸收,很不利于肠胃健康。 而且油炸食物热量较高,晚上不能全部消耗掉,就会以脂肪的形式留在体内,慢慢就长胖了。 晚上吃的食物对肠胃来说很重要,最好选择饱腹感比较强,而且热量又不高的食物,这样肠胃负担就小了,还不容易饿。 比如吃一些蒸山药,蒸红薯等食物,不伤胃反而养胃,是很不错的选择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建议,哪些食物能在晚上吃?